这是丧尸爆发后的第14年 保护伞两次失败的计划 导致了新救换熊士的毁灭 如今整个地球犹如炼狱 而自从上次的分离后 威斯克姐妹分道扬镳 而杰德则是按照父亲的指引 找到了纸条上所说的爱达王 经历了十余年后 当杰德回到了曾经的地方时 熟悉的环境早已变得破败 他一回来 还被保护伞的人盯上了 为了摆脱他们 杰德不顾危险 跳进了满是丧尸的空地 等他落地后 丧尸也缓缓转过头 下一秒便蜂拥而上 见状 他赶紧躲到了一旁的隔板 而楼上的胖哥也在劝他 回到保护伞公司吧 就在这时 一辆车冲了出来 杰德看准时间 冲进丧尸群里 在车子赶到后 爬上了车顶 这半路杀出来的旧兵 让胖哥不知所措 很快 他们远离了危险后 司机立马下车驱赶杰德 可杰德知道 只要是被保护伞盯上的人 下场都会很惨 然而 没等男人反应过来 丧尸已经追上了他们 就这样 男人当场被开婚了 没办法 杰德只能一人驾车离开 到了第二天 他来到了另一个城市 这里看起来比其他地方要安全 但街上随处可见的保护伞士兵 和满天飞的无人机 这让杰德很是紧张 为了顺利返回营地 他找到了偷渡客 可来到里面后 才发现船头早已变成了丧尸 为了拿到他的联系网 杰德不得不干掉他 接着拿到电话簿后 果断离开了这里 可前脚刚走 后一脚保护伞的胖哥 就找到了这里 并且拿出了照片给女人过眼 女人毫不犹豫地 说出了杰德的行踪 很快 他来到一处酒吧 找到新船头后 却不被招待 没办法 他只能顺走最汉的船条 接着来到码头 等待偷渡的船靠岸 但他并不知道 危险即将到来